早知道漫步者S880是这样的 我当初就不会买其他音箱了 如果你最近在考虑入手一款 用来听音乐、打游戏、看电影、剪视频 同时兼听和Hi-Fi全能的桌面进场小音箱 那么请继续往下看 这个视频后面还会分享PS5连接音箱的方法 漫步者S880给我的第一音箱 就是和网上的照片区别很大 没想到它这么小巧 另外这款音箱的实物 它的颜值很高 挺精致 做工用料细节处理都不错 S880的功能接口也很全 你可以不用 但它不能没有 有两组RCA USB接口 蓝牙 光纤接口 同轴接口 还有高低音调节旋钮 一个多功能旋钮 用来调节音量 开关机 清点一下就是切换输入源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USB接口 用来接电脑 它是XMOS USB 相当于一个高级声卡 支持24比特 192K采样率 意外的是S880竟然可以在FUBER里面直接解DSD 我这边测试可以解1024bit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那个千元外置解码器最大也就能解768bit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1000以内的预算买S880还是M24 我感觉S880相当于高配豪华版 M24是高性价比版 预算有限 建议选M24 预算稍微宽一点 对各方面都有点高要求的同学 我推荐S880 估计还有同学会问 S880和S1000M2都是S系列 价格也差不多 到底该怎么选呢 其实很简单 S1000M2和S2000M3适合放在书架或者客厅 适合稍微远点距离听 而S880适合电脑桌面 适合近距离听 从尺寸对比上也能看得出来 一个大一个小 下面说说如何接PS5打游戏 PS5由于取消了光纤接口 所以不能用光纤直接连接音箱 PS5的USB声音类别是1.0的 但目前市面上大部分USB声卡都是2.0的 S880也是 我的解决办法是 弄个UAC1.0的小尾巴 接在PS5上 小尾巴的另一头 用光纤连接S880音箱 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说说漫步者S880 我的实际感受 整体感觉不错 挺舒服的 我平时写稿的时候喜欢听听歌 S880很适合 它的声音层次很清晰 还原度好 听时间长了 不觉得腻 另外它的声响定位也很好 2.0的音箱左右各百亿支 但是这个声音像是从中间发出来的 另外我通过光纤把音箱连到LG的C3电视上 这样可以在PS5里面打开杜比全景声 电视自带的扬声器和S880一起出声 声音效果会有加成 另外别看它个头小 它的重量却不轻 即便是副音箱也有一定的分量 S880用的是金属球顶高音 中低音单元是4寸的铝盆 中间是锥子形状 总是想摸一摸 挺好玩的 我们在摆放的时候 这个主音箱是放在桌面的右侧的 这个主音箱的前面板底部有一块小屏幕 用来显示当前的音频输入源 可以用遥控器切换 这个遥控器它的造型有点像飞碟 可惜不是蓝牙的 要对准了才能控制 遥控器的功能也挺全的 音量调节 开关机 切换输入源 还有四种风格切换 下面说说缺点 S880的中低音单元是4寸的 它和5寸的音箱相比 缺少点动词大词 不过S880的中高音是真不错 喜欢低音的同学 可以再配个低音炮 另外如果硬凑它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价格 日常在1000元附近 我觉得有点高 活动价899左右 这个价格还算友好 最后总结一下 漫步者S880 我喜欢它的小巧 同时它又是进场聆听 适合放在电脑桌面上 这款音箱不仅可以当监听音箱 还可以当Hi-Fi音箱 它的输入接口很全 听音乐 看电影 打游戏都不错 而且外观 用料 做工比较优秀 在这个价位 很难有对手了 对于有相关需求的朋友来说 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的音箱 嗯 吃饭